特價怪人第三集 萊爾夫系列 泰式打拋 你知道嗎? 哈囉 大家好 也是拼拼胖胖 今天是特價怪人第三集 萊爾夫系列 第三集做萊爾夫呢 算是我的小心願 因為呢 我應該跟大家一樣 比起7-11跟全家 比較少去萊爾夫 所以呢 這一個月呢 也是常常會去萊爾夫走走 想說啊 既然要做特價怪人系列 我就來觀察一下 這個月的萊爾夫特價商品 哪一些是常駐的 說上這些呢 就是這個月特價品上面的常駐商品 萊爾夫是每天晚上6點之後 7折 比如說今天13號 直接看他的13號24H過期 13號過晚上6點之後呢 他就會上7折的標籤 那我們今天就一樣來吃吃看 究竟它是真的不好吃呢? 還是說是太貴了呢? 客價之後CP值高不高? 我今天就來幫大家實測一下 我們就一樣先從最常看到的 御飯糰手捲 烤飯糰類 開始吃 泰式打拋 這是什麼? 為什麼要叫做打拋洛呢? 泰式打拋洛 原價39 啊打70我們算一下 27塊 39塊喔 有點小貴耶 吃一口其實就可以噴到 限量滿多的 然後有些微的辣度 泰式打拋的單位 其實還滿重的 真的是有加一些泰式的香蕉在裡面 其實味道是還不錯的 認真講 但是39塊真的是有點貴 他就算打完折之後 27塊其實還是 以御飯糰 然後你還是集齊食品來說 其實不算便宜 但是味道上是還不錯的 其實可以試試看耶這個 不錯 那我們來下一樣 鹽烤豬肉夾心三角飯碗 30 所以0.7 21塊 哎呦 這個聽價錢就滿心動的了 21塊的豬肉魚飯糰 而且它的封面畫得非常好看 封面的肉很多 我來試試看 究竟有沒有那麼多 有點小失望 就如大家所見 還滿少的 看不太到那個料 感覺很像碎肉的狀態 但是它外面圖片像這樣 這我覺得不行 就算20塊 但是裡面的料基本上 我已經吃不太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了 這個的話就沒那麼推 下面一樣 炙燒牛三角飯碗 它是35塊 來我們來算一下 35乘0.7等於 25塊 炙燒牛聽起來就很棒 因為炙燒通常會有一個炙燒的香味嘛 我們就來吃吃看它的 炙燒牛究竟有沒有炙燒味 哎呦 差了5塊錢 內容量差那麼多啊 其實還滿好的 限量很多 味道也還不錯 但是 它有點像是 很受洗燒牛的感覺 它不太能叫做炙燒牛吧 因為 沒有那個炙燒的香味 就是牛丼的味道 但它內容量還滿多的喔 鮭魚鮪魚雙手捲 49塊 哎呦 49塊 龜喔 怎麼設計的 有夠難猜 首先呢 單從外表上來看的話呢 完全看不到鮭魚跟鮪魚 先吃一口看看 基本上看不到啊 來吃吃看鮭魚的這一條 不是的吧 你們看裡面 這基本上我已經不知道 哪個是鮭魚 哪個是鮪魚了 因為我根本看不到鮭魚跟鮪魚 這個手捲完全 ダメです 其實有點 瘦片的感覺 國王的鮭魚鮪魚手捲 就算是七折 我也不會買 好啦來看最後一個飯糰類 能不能給它 反圍一層 墨西哥雞肉烤飯糰原價 42塊 啊比剛才的雙手捲便宜 算一下42塊 29.4塊 裡面就這樣 這個飯糰就是三口就沒了的料 調味上的話其實還不錯 中間應該是有一點美乃滋 然後微辣 味道還行 但是這個42塊我不會買 太貴了42塊吃三口會有點心痛 吸走的話可以試試看 調味上還是不錯的 辣辣的感覺很開胃 基本上呢 我覺得萊爾夫的飯糰手捲類呢 表現的其實不是那麼的理想 尤其是那個手捲 那個手捲我真的是不知道該說什麼 它49塊 裡面什麼料都沒有 鮭魚比較少就算了連尾魚都非常之少 我根本就看不到 可不可以 我已經不知道我吃到 我是下吃品還是什麼了 所以呢 我覺得其他的表現都普普 水捲的話偏差 這招牛三角飯糰其實還蠻好吃的 它的料也蠻多的 所以它如果七折的話呢 是可以給它買下去 會覺得哎唷 撿到飽的感覺 再來 麵當類 有檸檬奶油 均龜麵 起司炸豬排 凍飯 還有 唐揚咖哩 歐姆蛋包飯 聽起來都很厲害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萊爾夫蠻多東西都還蠻容易成為集齊食品的 因為畢竟比較少人去 然後可能就囤一囤 然後就變成集齊食品了 所以我就來吃吃看 它的味道到底怎麼樣 適不適合買呢 那我們先從這個 唐揚咖哩 歐姆蛋包飯開始 這個原價89塊 很貴喔 89塊89乘以0.7等於 62塊 蛋包 然後雞肉 咖哩 它的那個料體現在是蠻豐富的 而且飯量看起來很多 它的那個蛋其實做得蠻優秀的 半熟的感覺 是半熟的 它的蛋包做得還不錯 但是呢 它的咖哩有點像勾芡的感覺 不是很濃 不是很純粹的咖哩 但它飯蠻香的還不錯 來我吃吃看它的肉 啊 但是肉還蠻好吃的 昂揚雞肉量不舒服 沒有滿足感 如果咖哩 做得比較再真實一點 不要那麼苟淺 然後再用更好一點的咖哩的話 這個我評價其實給蠻高的 其實在便當類裡面 雖然說價格不低 但也不算太高 就不會像 Seven全家都出什麼 109 129的那種價錢 這個真的是還不錯 大遮可以買 算量絕對夠吃 登登登登 我們來看一下 起司炸豬排丼飯 這個也是89塊喔 來有福的便當定價就比較一致了 不會有那種突然之間就什麼69然後5然後129 Light Food的便當有個共通點 就是它的份量給的都算是蠻多的 來我先吃吃看醬汁 醬汁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很甜 台南豬肉丼飯 有點起司的吃是還不錯的 來吃一下主角 豬排看起來有點厚度 豬排的話表現就沒有上一個唐揚雞那麼好 比較柴一點粉有點裹太厚了 如果以豬排丼跟咖哩蛋毛飯的話我會選咖哩蛋毛飯 但是味道就如果你喜歡吃甜甜的丼飯的話呢 那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這真的甜 味道不會說難吃 但就是比較單調一點 就是白飯 豬排 起司 這樣子 我們來便當類的最後一個 檸檬奶油燻龜麵 通常已經叫這個名字了 應該很難 不好吃了 也是89 它的價格真的是比較單一 就全部89 看你要選哪一個 今天想吃啥就吃啥 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還不錯喔 鮭魚的 然後醬汁看起來也蠻多的 然後還有甜椒 而且它有檸檬的香味 還蠻香的 哎唷 難道說會很好吃嗎 我很蠻喜歡這個的耶 它不是普通的 奶油白醬鮭魚 它是有帶一點檸檬味的 我覺得還蠻清爽的耶 它麵還是蠻有彈性的 這個我喜歡 89塊還是有那麼點貴 但是畢竟它是 燻鮭魚麵 而且它的鮭魚給的也不會說到 非常小氣 這個如果打7折的話 我覺得可以買爆耶 料又蠻多的 醬汁也多 然後麵也Q彈 啊我覺得這個CP值還蠻高的 挖到飽了 好那我來總結一下 便當類 我覺得呢CP值最高的絕對就是 檸檬、鮭魚、奶油麵 真的是蠻好吃的 不管是調味上啊 料的多寡啊 CP值蠻高的 我個人很喜歡 因為有多加點檸檬 點綴 變得會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糖洋 蛋煲飯 糖洋雞其實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最還好的那個豬排 因為它的主體就是豬排嘛 可是 畢竟它是微波食品 所以它的豬排就硬生生的 直接變成軟軟的 那如果你吃得比較講究一點的話呢 你真的是一定要把它微波之後 你再把它們的豬排拿去烤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吃一點 也不然其實就是吃一個 軟滿霧霧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 萊爾富品項來到了 最後一輪 麵包類 總共挑了三款 一個是 草莓夾心吐司 鹹奶油餐包 然後一個是 看起來蠻厲害的 鹽島城 專業烘焙 芋頭麵包 先從 鹹奶油吧 鹹奶油風味餐包 又是風味 為什麼要叫它風味 連鹹奶油都捨不得家嗎 五十九乘以0.7等於 四十一點三塊 哎呦不算便宜耶 裡面 六個 六個四十一的話是可以 但是五十九的話 等於一個鹹奶油風味餐包 要十塊錢 還是得用暴力解決一切 來 鹹奶油風味餐包 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我猜它叫風味 應該是因為它有在奶油裡面 加一點調和的東西 它的那個奶油吃起來不是很奶油 有點像是 鹹奶酥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這個沒有加熱 所以 我這樣子吃起來沒有很濃的奶油的味道 個人覺得還好 就是沒有到說 非常經典的田中代謝 因為原本很期待吃到的是田中代謝的口感 這個還好 那我們第二個來吃 草莓夾心吐司六露 四十五塊 打了七折就是三十二塊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夾心類的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拿 而且又很可愛 對不對 都是超級可愛的 所以就是每次我靠這種形狀的 我就很想給它買一下具 長得太可愛了 但是它的草莓果醬 你也做得再深紅一點吧 這看起來真的太粉了 你知道嗎 草莓醬有一點蒟蒻 口感還不錯 三十二塊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買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 好拿 就是一次吃你也可以不用吃太多 就是鬆鬆軟軟的吐司 然後裡面夾上草莓 雖然說是極其食品 但是基本上 不會到說麵包已經乾了硬了 就還好 還不錯 七折的話 我應該是一定會買的 而且還六個耶 一個五塊錢 六五三十 那我們今天來最後一樣 看起來超厲害的 煙倒成芋頭麵包 三十五塊 好像還好 打七折之後變二十五塊的芋頭麵包 首先拆開來之後呢 就會先聞到濃濃的芋頭味了 來 我吃一口囉 它的芋頭基本上就是中間這一圈 少少的 其實不是說那種芋泥 然後很多那種芋頭 但是 它的芋頭其實處理得還不錯 芋頭的香味都很夠 而且是那種 不是煮過的芋頭的那個香味 是烤過的 那烤過的芋頭 它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還不錯耶這個麵包 那它的芋頭量是真的不多 只是它會給你一種 就是很濃的烤芋頭的香味 這個麵包其實一直都知道 不是簡單的麵包 那如果七折的話 二十五塊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喔 推薦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今天總共吃了幾樣 我們1 2 3 9 10 欸 這麼多的嗎 我買了這麼多嗎 10 11 哎呦 我買了12樣 太舒服了 其實我覺得就是 大家應該都是對 萊爾夫比較沒有那麼的熟悉 我今天那樣吃完之後 其實還是覺得它是有它 好吃的地方的 不是說全部都不好吃 但是的確也是有 就比如說這樣運飯糰 手捲之類 真的是 輸了另外兩件 蠻多的我覺得 在運飯糰手捲的表現上面 畢竟它也不是說賣的比較便宜 它賣的其實也是差不多 除了便當它就是 幾乎都是均一色89 但是便當的話就不得不說 它的份量真的是給的很多 比起另外兩件真的是算多的 所以我個人是 蠻喜歡它便當類 它便當類基本上其實 除了豬排有點可惜 因為裡面的東西太少了 就是豬排 起司 跟飯 那這三種東西的話 就連主體的豬排 都會有點軟軟的感覺 就不是那麼的優秀 但是其他兩款的話 我覺得都算是CP值蠻高的便當 而且七折 超棒的耶 七折就給它買下去耶 麵包類的話 綠頭的那個是還不錯的 草莓的話 六露 然後32塊 其實我覺得CP值也算是蠻高的 很開心能做這一集 因為 畢竟萊爾駙馬平常也很少吃 所以就趁這是機會 就是給它觀察一波 什麼比較常特價 然後呢就給它 買下去 大買特買 直接買一泡12樣 好好地嘗嘗味道 那其實有些真的是還不錯的 推薦給大家啦 好的 那我們第三集 特價怪人結束 一起跟我期待下一集吧 感謝各位 如果有想要看我去做 哪一間超市 或者是家樂福之類的 或者是哪一個品項 想要讓我試試看的話 也歡迎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特價怪人握手 你們應該也是特價怪人吧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大家 謝謝 那我們瓶瓶瓶瓶 特價怪人第三集結束 拜拜 下次再見